这样的 然后就上线上线批评人 这些就是垃圾 可能那女儿来了 你们整班垃圾对观众 然后她叫你做林康正渣头皮 记住她是啤梨 我林康正 渣头皮 那里是谁 有一个叫陈大文 你们整班垃圾对观众 受到你说的刺激 不知道是不是那女儿她在听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女权分子 不要紧 我经常都说 有些人来挑剔 我最欢迎大家用课金来回应她 整班垃圾的观众 不是 成泰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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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们平时的 人家转一下名字 你一说这些 有些人就刺激 我吵你老鼠 你整班都吵吵你 我吵你老鼠 不要紧的 没所谓的 总而言之 这些人 我最喜欢激死他们 大家破坑吹 被个吊鸡 滚女 犯了这些人 大部分 包括现在 在左胶圈子里 做到粗活的人 其实大部分 我留意了很久 都在社会上 不太如意 好了 于是他们扮作左胶 其实你现在的大学 那些教授 那些左翼那些 很多都是扮作的 为什么说他扮作的 这些人都不敢说 问一句 香港 还说 什么男性负权 笑死人 就是 你别的 我不敢说 我香港最熟 我五十多年 你说男性负权 由我年轻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 你老公 在老婆面前 然后包括我 你还说男性负权 你还说男性负权 你老公 好了 不要说 你一个话题都说 十二分钟 中印 其实这些冲弹很平常 但印度比较劲一点 比美国更劲 都不用跟你说这么多 亚痴亚痴 印度说 印度电视和讯息技术部 最新通知 今年六月 将会永久禁止 五十九款中国用的apps 包括TikTok 百度 WeChat UC 全部禁用 不肯使駕駛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不满意这些中国公司回应 印度政府提出的各种质疑 我唯有 那么永远就那么明 记住 人家 即使是 印度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人家是有 有些问题 遞给你公司 叫你回应 你当然回应到九五八八 总而言之 他不满意 说他找差事也好 有主权就是好 人家就这么多利用 好了 原来去年六月开始 印度政府已经禁了二百六十七款应用程式 都是大陆的 现在就弄多五十九款 包括TikTok 微博、微信等等 其实都很麻烦的 你只是WhatsApp 都跪了 印度十几亿人口 而且他是永久不给你 是啊 是永久的 这班人很串 另外我们看看Telegram 英国国会的数据 Telegram 三个星期之内增加2500万用户 一个星期之内增加750万个用户 其实我觉得他增加慢 所有的朋友 其实我现在有讯息 如果大家可以试一下 不要WhatsApp 我就讯息我 慢慢大家就会习惯 是 因为现在大家都还没习惯 和MIV的讯息大家都还没习惯 MIV还没习惯 我今天也分享出去 原来我开了成年 我都不知道 我给别人做 我今天就说 你不让我注册的 为什么 接着我再注册 他说使用户已经登记 我什么时候登记 我都不太记得 原来之前我认识 在网上浏览 我今天就认识了一张照片 但是我那个讯息 我还没加到一张照片 不知道为什么 是吗?加到 很容易而已 很容易 我确定是很容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按下去 拌不到我的相簿 只拌了几张我不喜欢的相片 他应该整部相簿 不是的 是阿易的相片 佛跳场的相片 我没理由放下去 他把佛跳场 另外一个叫Andy Gold 这个是什么呢? 他很惨 这个是一个公民记者 美国 原来他很出名 他就是大蓝幕 原来美国人 也要跟他这样走 不过他走到英国 他都很狠狠 美国也有政治难民 英国也有很多阻交 拜登一上台 立即有政治难民 他有一个记者 曾经有一个冠军书的作者 Andy Gold 他原来是越南人 老爸老母 在越南走来美国 尋找自由 当年 为了逃避 这个共产独裁的越南政府 就走去美国 他父母 他就变成一个难民 但是想不到 在美国成长的他 现在他